本欄目由康维塔特约赞助播出 监督分泄无隙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33 我是裴寒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奥克兰公交费用世界第三季 支付宝与新西兰银行达成合作 为华人带来更多便利 今天新闻中我们还将关注到美朝峰会举世瞩目 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根据全球47个国家的主要城市 2017年公共交通价格表显示 奥克兰居民公交费用平均每个月174.51纽币 仅次于英国伦敦和爱尔兰都柏林排名世界第三 资料显示英国伦敦居民每月的交通费用平均为247.07纽币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为186.87纽币 而奥克兰交通局的网站显示 每月的公交和火车票价为215纽币 每月的轮渡旅行费用在150纽币到325纽币之间 前奥克兰地区议员乔尔·凯夫德曾经担任过12年的议员 当他看到这份报告时表示 奥克兰的交通价格让他感到吃惊 他认为奥克兰的公交票价需要下调 公共交通需要补贴 以便让更多的人会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减少道路的堵塞 他表示 在爱沙尼亚等国家 在其主要城市已经在试验免费公共交通工具 而结果是导致乘客人数大幅增加 新西兰交通部长Phil Trefford在2月17号 发布了关于补贴公共交通票价的想法 鼓励更多的人搭乘公交 步行和其自行车 如果减少公共交通票价 并增加服务 推动这一转变 将通过增加补贴来实现这一目标 奥克兰交通局的发言人James表示 对于使用ATHob卡而非现金的乘客而言 可以大幅节省 在计算票价时 奥克兰交通局可以找到平衡点 使公共交通可以人人可以负担 同时也为纳税人的付出物有所值 奥克兰被评选为世界上公交票价第三昂贵的城市 对于这一结果 奥克兰交通局的发言人并没有表示回应 奥克兰交通局近日发布新的政策 从6月18号开始 搭乘公交和火车的逃票者 一旦发现将不再是被赶下车 而是需要支付至少150纽币的罚款 如果拒不配合 交通部门将交由法院审理 最高罚金可达500纽币 最新政策显示从6月18号开始 不仅仅是交管人员 公交及火车上的工作人员 也可以直接开具罚单 对于那些之前被发现逃票 仅要求他们在下一站下车的行为 将一去不复返了 他们将面临至少缴纳150纽币罚款的处罚 如果受罚人不能接受此条新规 拒绝配合支付罚金 交通部门将会交由法院审理 最高罚款金额可达到500纽币 交通局发言人表示 随着奥克兰交通招聘更多的员工 他们也将开始在其他线路上工作来查票 AT还计划在车站安装更多的电子门 以便乘客在上车之前 必须购买车票或者标签 一旦完成90%以上的乘客 不得不通过电子门 奥克兰交通局表示 逃票行为每年导致公交系统的收入 至少损失在200到300万纽币之间 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会让所有使用公共交通的人都感觉不公平 逃票行为对于每一个正常使用公交系统的人 甚至每一个纳税人来讲都是不公平的 因为公共票价的一半是由所有纳税人共同承担 所以逃票行为也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 支付宝作为全球领先的独立第三方支付平台 去年正式登陆新西兰为大家带来很多便利 而近日支付宝宣布 与新西兰BNZ银行正式达成合作 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西兰商户加入支付宝大军 以后来新西兰旅游的中国游客买买买更方便了 据了解这是支付宝第一次在澳新地区与银行正式达成合作协议 新西兰银行Bank of New Zealand 也成为了首家向当地商户提供支付宝功能的新西兰银行 作为新西兰四大银行之一 BNZ是新西兰首个和中国支付宝合作的银行 达成合作后可以更好的帮助全球用户 在新西兰开启更简单更方便的消费模式 也得以进一步为华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意味着将来中国游客留学生和本地华人 可以直接在新西兰用人民币支付商品和服务花费 就连本地新西兰人也能体验到支付宝的方便快捷 范围涉及奥克兰Rotorua 皇后镇 基督城 霍林顿 但尼丁 汉密尔顿等数千家新西兰商户 据了解在基督城和奥克兰机场线已经可以使用支付宝付款 而在新西兰一些较为著名的景点也可以使用 其中还包括Sky City等在内的各大商圈餐厅等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 于新加坡时间今天早上9点正式拉开帷幕 云定45分钟的会晤临时扩展到90分钟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今天在新加坡举行两国在任领导人史上首次会晤 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及缓解双方紧张关系展开对话 当地时间12号上午9点 新加坡圣陶沙岛上的加佩勒酒店内红毯扑就 红毯两端金正恩和特朗普相向而行 同时迈出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要一步 红毯中央两人在媒体的见证下握手问候 面向媒体记者何应留念 两人随后走入会场落座 特朗普表示期待会谈能够取得成功 相信双方能够建立良好关系 金正恩表示今天走到这里不容易 双方克服了许多障碍 两人随后在媒体镜头前再次握手 脸上露出笑容 握手完毕后特朗普向金正恩伸出大拇指 根据美国白宫披露的消息 美朝领导人会晤为期一天 双方计划举行领导人单独会晤 大范围政府会谈以及共进工作午餐 漫岛无核化的方式与时间表 以及美方如何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等 预计会成为会晤焦点议题 据了解美朝首脑会晤结束后 特朗普将参加媒体见面会公布会谈成果 并于当地时间晚上八点左右启程返美 据特朗普原定的行程 他应该在13号离开新加坡 金正恩则是定于12号下午离开新加坡 新西兰国家党领袖Simon Bridges昨天表示 如果国家党在下次大选中胜出 他当选总理将废除工党政府推行的大部分政策 首先废除的就是奥克兰地区燃油税 新西兰国家党党魁Simon Bridges昨天表示 在下一次大选中 如果国家党获胜 他当选总理将会叫停燃油税方案 重启原油勘探 废除工党政府新组建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而他所提出的这一切都是工党推出的大部分主要政策 上周刚刚确定的燃油税下个月将正式开始征收 此方案提出多年 直到工党上台提案才获得通过 但Simon Bridges表示 如果国家党在下次大选中胜出 他将立即废除奥克兰地区燃油税政策 他认为这项税起不到任何作用也不公平 他说可以保证 如果国家党胜出 新西兰绝对不会有地区燃油税 目前新西兰的油价中 有一半是各种税费 Bridges认为 新政府出台的政策影响了新西兰经济 特别是不再颁发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许可 去年四季度 新西兰GDP增幅为0.6% 落后央行预期的0.7% 全年GDP增幅为2.9% 落后之前预期的3.1% 而针对住房部长Phil Trifold上周宣布 成立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Simon Bridges认为是在浪费时间 不会多建一所房子 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他认为 眼下政府采取的改革举措 很难发挥期望的作用 新西兰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自然环境优美 拥有国际化的教育体系 如今到新西兰旅游留学的人数越来越多 近日 新西兰南北杂志 就新西兰国内最宜居的城市进行了排名 在这份新西兰国内城市排名中 排名第一的是新普利茅斯 新普利茅斯以犯罪率低 失业率低和房屋价格低而受到大家的推崇 新普利茅斯更是被称为家庭抚养孩子成长的绝佳城市 当地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发达成熟 城市经济繁荣稳定 Taranaki地区的入学率 更是在国家教育成绩证书课程 和大学课程上名列前茅 新普利茅斯靠近山海 也很适合旅游度假 排名第二的是新西兰首都惠灵顿 作为新西兰政治中心 不仅拥有繁华的都市生活 教育也在新西兰全境内首屈一指 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享誉世界 同奥克兰和基督城相比 这里的房价相对更容易负担 排名第三的是 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 奥克兰拥有领先的教育和医疗水平 适合家庭居住 凭借相对较低的犯罪率 和宜人的海滨环境 受到人们的青睐 奥克兰被世界多家媒体杂志 评选为世界最宜居城市之一 坐落于奥克兰的奥克兰大学 也在世界学术圈享誉盛名 排名第四的是尼尔森 因为阳光普照率较高 失业率和犯罪率常年保持低位 受到大家的欢迎 排名第五的是 著名景区黄后镇 这里坐拥无与伦比的美丽风景 世界各地的游客聚集在黄后镇 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勃勃生机 除此之外 其余的排名依次为 坎特伯雷塞尔温 汉密尔顿 戴尼丁普利鲁亚 Invercargo 接下来是一条简讯 近日由上海快倍主办的天空账簿 区块链技术应用大会在上海举行 胆帮勇帮经济特区人民政府 与上海快倍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 上海快倍董事长张宏协团队的区块链大咖们 陆续登场亮相 还邀请到了国内外的区块链创新项目的负责人进行录演 在录演环节中 包括一大批优秀的项目 例如SoloBanks分布式太阳能解决方案 瞄爪星球 在线创新教育 Metaling共享矿权 安兰德社区 房地产不良资产DFA 用区块链带动紫杀行业的发展等等 这些创新项目都充分利用了区块链 在天空帐簿上的底层进行开发 解决行业痛点取得圆满成功 我是快贝的创始人和CEO 我们开贝是做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区块链的公司 那么经过这个三年来的一个挣扎吧 我发觉我们快贝要做的一件事 是要创建新的市场 那么有许多东西呢 以前是不能交易的 现在我们要变成一个币 一个代币或者说一个通证 来把它进行交易 我们呢跟那个缅甸的善邦 的勇邦经济特区 做了一个协议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只要勇邦数字局 批准你可以做ICU 那么你就有一个法律框架 是可以做ICU的 然后呢就可以发币 然后最后可以把你的币卖给大家 我们快贝呢最近有小贝壳 有天空币 还有做教育的喵爪币 等等这些币 那么我会在以后的时间里面 跟大家介绍各种各样币 让他们都知道币的故事 勇邦经济特区 我们旨在打造 整个经济 如何用区块链的技术 去构造这么一个新的 经济特区 勇邦的人民 是大家没法想象的 这种贫穷落后 那我们也响应国家的号召 一带一路走出去 那怎么样能够 让缅北地区的 两千多万人民 能够享受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这个经济发展呢 这也是我们当下 必须要做的一件 很关键很重要的事情 去年中国政府提出了 构建中美经济人形走廊的 这个倡议 现在又有这个 最新锐的这个 区块链公司 区块链公司的合作 我们就想以这个 三方人民的土地和资源 来重构一个数字经济系统 这是一个 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 希望这次 这个实践 能够真正的帮助到 三方人民 让他们尽快 恢复经济 改善他们的民生 我们上海苗庄呢 是一个在线的一个 创新教育公司 我们决心呢 是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 来解决现在的教育体制里面 教育不能够根据学生的需求 来进行个性化定制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痛点 那么 我们瞄抓星球呢 会构建一个高科技的 一个教育平台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 可以参与到 教育当中来 也给学生更好的 学习体验 这个是瞄抓的使命 和我们追求的方向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 公众平台 TV33下滑线NZ 大家也可以搜索 微信号 TV33 News 或者通过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TV33观众互动 微信号和我们保持联系 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s a wonderful natural protective system and such a powerful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immunity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本能解决土的烦恼 奥克兰土方哪家墙 GDG土方来帮忙 欢迎致电092162888 DLN一点中心最好规划区域超品种大地 共2024平米大平地 位于联体洋房和公寓开发区 黄金开发机会切勿措施良机 请立即致电阿天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阿天元电话0274828838 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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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人